第2319集 飞仙战场 前方一个大胡子喊道 两个小娃娃你们胆子倒不小啊 怎么跑到这来了 很危险 难道也想进飞仙战场去寻宝 撞仙远 在那里 有十几名修士 修为都不弱 最起码比逃走搬走的那些仙门的人强得多 他们以求然大汉为首 小家伙还没有踏入修行界 胆子也太大了 赶紧回家去吧 不要来这里调皮 一个年轻的女子轻笑 虽然似是在取笑 但其实是在善意的提醒 白夜辩解 我们只是来看看 那跟在我们身后吧 别乱跑啊 就在外边看看 尝尝见识 大胡子很豪气的说道 背着一口大剑 很是威猛 谢谢大叔 这群人有老有少 都是散修 小心的来到了飞仙战场外 都露出凝重之色 盯着里面的世界 前方 光雨洒落 像是一片又一片的烟花 在绽放 而大片的光滑过时 则如流星横空 很是灿烂 连夜凡都惊讶 这个地方真的很神秘 这个世界浩瀚无垠 山船间不时有福禄闪耀 像是一座座上古仙家洞服 要开启了 一个老婆婆说道 那些绝代强者应该快出现了 真不知道 这一世会打成什么样子 大胡子叹道 那些人的确可怕 脱离这片战场后 恢复到原本的修为 抬手就可以摘日卓月 打爆星辰 该是神威啊 那种力量 惊是骇俗 也只有这世界最强大的几人 才能拥有 叶凡发现 不止他们这批人 相邻区域 也不时有人出没 有的是截队而来 有的是独自行动 在进行瞭望 而且呢 他发现 有人进入了 走向辽阔的战场深处 说是战场 但是山川景物很壮丽 有古树 有大瀑布 与外界唯一的区别 就是光鱼在飞洒 化成俘虏在引线 大胡子解释道 他们是想寻找古堡 撞仙缘 大战还未开启 有些人会进入战场 观看那些俘虏 借以误道 甚至运气够好 能从俘虏烙印的山川间 寻到神物 自古以来都如此 每次到这个时候 都会有人进去 当然冒着很大的风险 因为进去后 倒横就会被消掉 而出来后需要几个月 甚至几年时间才能复原 在此期间 什么都有可能发生 死在里面也就罢了 出来后可能会被人截杀 多宝 已经失去修为的人 自然没有什么好下场 故此一般的修士 根本不会去冒险 至于凡人 大多数承受不住 内部过强的场域 集体很快会衰竭而亡 指望他们寻到神物 并带出来 那就不可能了 尤其是里面的大战 一旦开启 那些绝代强者会 残酷的击杀 一切不认识的人 进去寻机缘的修士会 很悲惨 那种血色景象 如噩梦一般 一声龙啸 震动天地 连飞仙战场中的光雨 都凌乱了 远空一头巨大的苍龙 俯冲而来 长达万丈 着实惊世 这让叶凡神色都移动 这竟然是一尊大圣 那种龙威让很多修士颤力 最后他进入了飞仙战场 没入的刹那浑身发光 躯体缩小了很多倍 而且不能再飞行 他只能腾跃 各座山峰上进行 其道行被斩了 那是苍龙大尊 许多人都惊呼 那头苍龙是这个世界赫赫有名的强者 为名远波 坐镇一遇 叶凡问道 他也是想去撞仙缘吗 大胡子说道 不 他是去参战 是要凭实力抢仙缘 这个世界足够强大的人 有部分会选择入场 与降临在飞仙战场的 域外强者争锋进行大战 夺他们的法器与传承 这头老龙肉身无敌 曲杆那么庞大 相对于其他族来说 一个碾压 就可以山崩地裂 让人骨碎肉烂 他若是进去 自然是爆强 大圣级苍龙先天就占据优势 有恃无恐 方敢入内 当然也不是想去横扫一切 他得到所需后 必然会立刻退出 且外界肯定有人会接应 突然 当的一声钟响震动了人族广袤的七居地 而与这飞仙战场接壤的地狱自然清晰可闻 所有人都一起变色 这里真正化成了最为可怕的战场 神钟一响 说明外界有人已经降临了 钟声在告诫人们 神秘的对决猎杀 围剿 开始了 叶凡神色一致 而后牟子中爆射出两道光束 因为他见到数十道巨大的光柱从天而降 管通了天上地下 如同神一般 那是一根根金色的成天之柱 每一根都粗大而磅礴 抵住了九重天 那是一位又一位强者在降临 叶凡眸光流转 在当中感觉到一些熟悉的契机 那惊人的波动扩散而来 那些人的修为还未被斩 那些光柱一根根粗大如山月 上冲九天下敌九幽 光芒璀璨 气息浩荡 宛若一尊尊神灵降临 哑人间界 灰蒙蒙的大地上 很多人惊呼 在战场外有不少人赶来观看 来了 终于来了 而这个时候 人们无不到退 他们发自内心的胆寒 那种气息太强大了 对于很多人来说 那些强者如真神转世 这是天外的神人 每一个人都有疲逆天下的实力 真不知道他们是怎样修成的 更不明 为何每过一段岁月 都要来非仙战场进行大决战 这是很多人的疑问 外部的黄金圣尸让他们震惊 盖带人物闪耀的光辉实在是炫目 种族邻里 强者众多 叶凡的眸光熄灭了 恢复暗淡 站在非仙战场外 默默的看着 没有多说什么 少年白夜 眼睛很亮 充满了渴望 盯着那些光柱 无比的蹊跡 他憧憬有朝一日 也能成为那么强大的人 大胡子等一干人都很震撼 很快又摇了摇头 那些人离他们很遥远 有些不实 那些巨大的光柱 大多都分别处在不同的区域 相互间都间隔很远 这个时候慢慢淡去 光芒逐渐内敛 被斩了道行 削掉了修为 那些人被压制了 到了这个时候 人们才长出一口气 那些人真的太强大了 一个个跟神奇一般 让人窒息 宛若天神下凡 一息一减 依然有淡淡的大道气息 在弥漫在扩散 并未真正被斩 最后是自己连去的 有些人不曾失去道行 这让人觉得惊悚 这得是多么强大 连飞仙战场都失效了吗 竟然会有这样的结果 让人发毛 有年老的修士目露异色 却不是太过吃惊 历来都会有一些人 他们身上或有密气 或有特别的机遇 总能保留下一些道行的 不会尽失法力 而且 这些人最终会主动放弃 使用道法的能力 不到生死关头 不会动底牌 像是在刻意磨砺 挤身 这是一处战场 来到这里以后 不同的阵营 来自不同区域的人 会努力隔杀 其他绝带强者 像是存在着 可怕的竞争关系 所有光柱都消失了 人们不知道 飞仙战场身处怎么样了 毕竟这片区域太浩瀚了 超过夜凡夕日 所见到的东荒大地 唯有光雨在洒落 充满了神秘气息 轰的一声 突然 数百里外乱石穿空 光芒耀眼 又有数十道巨大的光柱 降临其中 两道太近了 还未曾稳固 就有人出手 进行绝杀 直接开战 进行继续 起来 通常 有 回答 光芒耀眼